人潮眾多的內湖好市多是驚傳在 7月10號星期六有確診者的足跡 而且證明確診者是在傳染力正高的期間 去逛大賣場的 市議員更驚爆了內湖的好市多收銀員 根本沒有依規定在6月底前打疫苗 就怕會變成防疫破口 短短半小時已經有至少10組來客撲空 內湖好市多封管大清宵 就因為有一名確診者5月父母染疫進行居隔 解割後碳病篩檢確診 但他曾在7月10號星期六下午2點25分左右 在這停留20分鐘 這一次他並沒有任何的症狀 他的CT值是29 所以我們會比較擔心 他在這個IKEA內湖店待的時間比較長 那其他的像好市多的內湖店 他就沒有待那麼長的時間 這段時間有去這幾個大賣場的民眾 都可以提高警覺 內湖好市多每天來客超過千人 確診者週六來 當時人潮恐怕還更多 之前有來過嗎 有 會不會擔心啊 會啦 就是現在知道會有一點擔心 不只民眾恐慌 議員驚爆好市多台北內湖及北投員工 通通沒打疫苗就怕變成破口 北投跟這個內湖來講 每一家好市多有將近100多個員工 那他們其實是很緊張 你說他們感染了要匡列更多的人 那不是也是製造這個社會的另外一個緊張嗎 好市多澄清原來全台14家店 只有北北基桃列入接種名單 但第一波只分配到350劑疫苗 最後拍板有疫情相對嚴重的新北優先施打 歸根究底還是因為疫苗不夠 甚至傳出同樣都是大賣場 但分配疫苗數卻天差地遠 也讓第一線收營員天天處於燃疫風險中